1995年3月 耿燕波以县委副书记 县长的身份走在进中市林石县的街上 36岁的他做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决定 投资5000万修复王家大院 当时林石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一个亿 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声 他毅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该拆的拆 该建的建 工程不能停下来 他知道王家大院是一个聚报盆 这个盆里有大块的肉 别人暂时看不见 现如今 王家大院已成为林石县的旅游名片 是国家集4A景区 是林石人真正的聚报盆 有王家回来不看院的说法 耿燕波在于此的时候 还摧产出来两个文化吧 一个是长家庄园 一个是后沟 长家是清代中俄贸易第一世家 当年长家兴建深宅大院房屋四千余间 楼房五十余状 雕连画东 精致辉红 美轮美化 乔家一个院 长家两条街 老耿让这座具有历史 科学 艺术价值的大院由无人问津成为旅游客的香波波 所谓的心血可问当地的百姓 我一个是呈现一个就是把这个翻签了 两个大师嘛 两个大师一件事也办不好了 不是的 我就背着了 背着了 小孩就写着歌词了 我们有家在跟大人去 八十千多 我给你们偿着 我给你们感觉 VR 着你现在说 我给你们感觉 你感觉去包括 感觉幻灌中的搬了人啊 你跟你说啊 李游刁 你这么更成份是不行的 我现在都很不高兴 让你上来都拿着你啊 他都学着干活的不是学不什么光 你都是鬼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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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是鬼祖的